市長可不可以幫我們說一下今天就是市場英明國小的心得 對啦 英明國小是一個新完成的學校 所以校舍都非常新 那它又是一個雙語學校 所以這個學生非常的多 那今天來主要是看這個開學第一天的防疫準備 因為事實上我們台北市 國小 國中 高中 如果再加上幼稚園的話 有28萬人 所以今天是開學第一天 你知道齁 這個等於在今天 整個台北市的人流會瞬間上升 那人流增加也增加感染的機會 所以一定要做好防疫的準備 因為不可廢言的在社區還是有潛伏的感染源 所以一定要在這個最大人流的校園裡面 做好防疫設備 那今天很清楚的齁 他們開學第一天就先教隔板的使用方式 包括怎麼折 怎麼消毒 使用完要收起來 還要保持這個校室裡面的通風 那這個進來學校有這個量體溫 種種 你知道 我看這個 我有去那個醫護士去看過他的防疫設備 防疫物資的準備 這大概都有整套的系統 所以我想台北市的各級學校應當是已經做好的這個防疫的準備 所以就 我們在這個 雖然疫情趨緩 但是我們還是就要小心謹慎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盡量的回歸正常的生活 所以祝大家今天開學快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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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